你身为过失 为何配合贼人回过长安 我贪心 名和利益都有了 你还想要什么 我就是喜欢名望 我不能只是长安城里百万人口 棍在其中的一个糟老头子 你现在走灯楼 刺杀给你名利的人 没办法 有些人说话就像撒种子 撒在心里 迟早会发芽 谁给你撒的肿呢 造这座灯楼花了大堂四百万钱 初时盛人选中我的方案 我很高兴 令游园上有座看重许久的宅院 照完此灯就可以买了 造这造的 映州花了是一换 灾民十几万 朝中无限振灾 有人说 也许圣人会停造灯楼 四百万钱 能救下这些灾民的性命 可始终不见停造的命令 有一天 我在灯楼的工地上 听见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 一个钱 可以买两个壶饼 让一个人多活两天 若是娃娃 能活两天 谁跟你说的这话 从那一日起 这句话 就在我心中盘旋 这灯楼造得越高 我心里越害怕 我知道 我活错了 到底是谁跟你说的这番话 五名小卒 我都没看清他的脸 但 他说的话对 我想要名垂千古 恶名 我父亲跟我说 匠人 求的是千秋万代的功 而不是一时一世的功 我把这假装太平的大灯楼 造成武器 让眼前这位皇帝 在最高兴的时候 灰飞烟灭 从此以后 千秋万代 都传播我的恶名 后世所有的工匠 都会以我为鉴 懂得造气之前 先挣心 懂得 只造真正有用的东西 他们会明白 对百姓而言 应比灯坊 要美得多 再也不会有人 浪费国力 造这种假象了 你还好吗 是谁指使的你 我一介平民 就是想杀皇帝老儿 谁能鼓动了我 自负的人最容易被人利用 是谁让你动了 以皇帝为目标的念头 想想吧 好像 还真是有这么个人 是谁 张小敬 骗术拙练 骗术拙练 张小敬今日为了找你 舍弃了多少自己兄弟性命 待他找到你 一定把你包皮肯骨 你认识他多久了 一点 很遗憾 我比你更了解他 你们认识 你早就该问我 为什么不问 是因为你害怕知道真相吗 等他这一路走完 他就会明白 我才是对的 现在 你想明白了 你是救皇帝 还是救百姓 你要是救百姓 就先炸着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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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 最多半个十几 大线灯就都亮了 阿 俩 阿 阿 阿 怎么啦 她的手已经不干净了 她已经出不去了 想着我本来就在哪里 想着我本来就在哪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不行了 也有的是用我 死牢里躺了半年 早就都软了 你自己身体也清楚了 文人在哪儿 今天勉强这样的半年 心里那口气倒是同样的 不过为朝廷卖命 反过来还要被朝廷追杀 想为这口气早就泄了吧 文人在哪儿 你要是真有这个自信 刚才何必炸了毛顺呢 你是已经知道没有七力阻拦了 所以选择先杀了毛顺 至少能够保证这个灯楼 只伤皇帝 不伤百姓 对吧 我不打算恶辅他的相名 做不到的事情 最好不要随便乱说 狼尾的红蓝 来客补补力气 我养的狗 都不吃别人给的东西 你还有一百二十多只要爬呢 你们想干什么 我想让他高兴 他在上面等着你呢 他想你与我们一起站呢 然后一起活着离开长安 我们不一样 你们手上 如果林九郎贪腐的罪证 都拿出来 今日 务必要他倒 太子明明有 方才为何不承受圣人 他是顾及圣人的颜面 但圣人可不顾他的颜面啊 圣人老了 只愿意听林九郎的顺文话 其他人的都听不清了 咱们的新阵要想实行 只能靠太子 太子还等着呢 还在上头说着呢 傻子似的 嗯 让各国使节都看看清楚 这个人这么丢脸 将来能不能做大唐的圣人 圣人 本意决意今晚废除太子 但方才 恐怕也是我 嘴鼻太甚 令圣人 起了嗜毒之意 一时 舍不得了 我们等 等太子 自己办 圣人真的决意今夜废除太子 嗯 我一定会让父亲觉得 我才是最能替他担起重任的人 你 蠢狐 不管父亲如何看待我 我李渔 始终把圣人看作我自己的父亲 那你错了 朕是大唐的圣人 那就请圣人 给老师赐座 突然最爱的 这条达的区别人 你怎么在哪里 就叫我 陈丹荷 快点 你的老师很失望 在李渔心中 老师比父亲 更像一位父亲 听太子的 给何老子做 如果按茅顺所说 动力是龙首渠的水 水流带动水利供的机轮 带动中枢 牵动此直轮 就能让 麒麟帝 就能让这些 曲折的麒麟臂 伸展开来 把我给圣人备下的正月礼 敬送到他的眼前 带到燃灯时分 这一整座灯笼 就是缺了祸多 那你为何还要等到燃灯之时 我再等你的皇帝老儿最高兴的时候 朝政 他就会站到对面的楼顶 均临天下 抚养万名苍生 届时整个新庆功广场 百姓会山呼万岁 你说他该有多高兴 然后他会从全堂甄选出来的最漂亮的女子手里 切过那只专为他打造的独一无二的金剑 开弓射箱 丑正当直的牛头神 以崔春耕 你在那个时候 他会是什么感觉 他会不会觉得 他不只是皇帝 不只是圣人 而是 神 然后 那只金火箭 会射进这座灯坊 再然后 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 走吧 我再带你去看点好玩的 那是 我再带你去看就知道 幸福 我再带你去看 我带你去 mater 楼上等我的人是谁 你应该早就猜到是谁了 他和你一样 是个好人 我和他本宿不相识 他只是见不惯 一众器官 后来我才知道 他在手桌城里 好好做着自己的生意 只因为救我 得罪了手桌郎 被逼得抛家企业 被警离箱 后来我找了他很多年 想要报恩 可是他一直没有 让我找到过他 直到半年前 天保二年九月 我收到了一个 来自长安的筹刑任务 雇主就是他 我要做件大事情 用得上你 死了 钱太多了 拿着吧 可能会送了性命 钱太多了 要杀的人也多 只要是你的目标 就是我的目标 拿着吧 给你重要的人 我重要的人 就在这里 谢谢 谢谢马自达呀 谢谢啊 什么事了 能搞笑 天上的马自达血灵 今天一早啊 我家就多了一袋金币 是马自达血灵 我们在桓仁坊住的那几个月里 方里的群苦百姓 每天都会收到一点金币 他们还以为是天神送给了吗 你知道他是怎么从一个逃难的商人 变成了皮肤的领袖吗 他从来没有强迫过任何一个人 和他一起去做这杀头的买卖 都是他以前在做生意的时候 但凡见到落难的老兵 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出手相救 并且不求任何汇报 慢慢地 大家都愿意跟随他 都愿意帮助他 觉得与他一起做事 总是会帮到别人 活得特别有意义 他怎么会变成贼呢 你也不是长安成了不良帅了 你是大唐的死囚 那你是不是个贼呢 是 是 是什么让你这样的好人 变成了贼呢 我的原因 都是我的原因 我想你心里自有答案了吧 上去见他吧 他想让你活 不只是让你活 他想你带着希望去活 像你这样的好人越多 大唐才会更好 你们都为他骗了 像这种人 以前每年我的抓好几个 越是大奸大恶之人 越好地看起来跟圣人一样 那你有没有想过 皇帝也好得像圣人 怎么样 你想清楚了吗 他把刀死我了 我只是让一看 亚可真是 杖死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